好,打开手机 让我们去 制作视频 也就是说去录制 Make a video 真正式式的 去做 一支 视频出来 好 让我们去到上面右上角 最左端的 一个制作视频的软件 叫做 We are video 中文的译名好像是叫做小语 点击 好,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起到很多东东 你要去看,可能看整天都看不完 其他的好些这种东西 也 不想讲的太多 我们就 单刀置入 去edit video 就是我们去录制视频 就左边 长方形的 那个 橙红式的 那个 框框 点击 edit video 那么他就出来了 其他的广告那些 不需要去理 也不需要去看 or 就是说所有的地方 你的所有的视频 你手机里面的 啊 录影或者是照片 他都会在这边 那么你去点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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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一般上 他这里有个叫 Other Album 其他的 相册 我们就点 Other Album 为什么要点 Other Album 就是说 我们点这个相册里面 他有分门别类吗 对不对 他有分什么 什么什么 那么点给你看 这个是 Camera 过来这边 有个叫Facebook 那么你点Facebook 就说在你 储存相片 如果是储存在Facebook里 那么他就跑就Facebook的所有的东东 对吧 倒回来 如果你储存在 倒入这边 啊 左边下来的 第二个 那么点击来看 那么这些就全部是你倒入下来的 相片 或者是 Video OK 如果是在这个My Assignment 这边 点击 他就是我的My Assignment 所以 当你要真正要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就要记清楚 你的视频是储存在哪一个方框 我一般上把它储存在 Camera 就是叫相机的那个部分 的那个 地方 Camera 点击Camera 对吗 Camera里面 他有 现在给我的 看到的 啊就是这些 对吗 OK再倒入来 不是Camera 是Download Camera应该是这上面这个 点击这个Camera 我只有一张照片 其实 这是说 我只有一支 Video 一支我们所说的 视频 那么 打擦上面有个 Video Video那边有个 三角形 对不对 你点击三角形 看到吗 他跑下来 有Video 有 Foto 或者你要选择 照片 那么你就按这个 跑开出来 选择 照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你录制这个 Video的时候 突然间你要加插 一张两张的照片的话 那么你在录制的过程中 停轮下来 再加插进这个 相片进去 也是可以的 OK OK现在我们 长话短说 我就直接 点 我的Camera里面的这个视频 点击 对吧 点击了他就跑出这样的 版面 这么个片排 你看到下边吗 下边 灰色的一个长方形 有个Nest 还有个箭头 最后 在左边那边他写着一个 0的Clip 就说你还没选择到 你还没有挑选你的视频 OK 我就 大力点 点击下来了 对不对 下来的时候 如果你认为 什么有些错误 打擦那边 再按掉他 打擦 他就倒回去了 对不对 可能我点的太大力了 点小力一点 好 一张照片 没办法 他只是这么 就一张照片不了 没有选择 他只是出现 一支视频 那么视频中间不是一个三角星吗 你点他一下 他会 他会动吗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说你拍视 视频的时候 你拍视视频的时候 你的照相机 你的手机是打 打熟字的 就说 Vertica 是 字字的 这样的拍 如果你打痕来拍的话 他出来的效果是打痕的 并不是打折的 如果你打折的话 你把它录制下去 当他上传到 YouTube的时候 他出来的时候 他这个图 图片 只是 能够呈现 三分一的形象 那么这个 视频中间 是采放性的 两边是空白的 或者你曾经看过这样的情况 OK 那么你再下来这边 当你点这个video动的时候 你看到下面吗 下面这个一个个的照片 你可以移动他这个线条 看到当你移动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去到哪里 这个差不多是等于 肌肉板 58秒的 一种 视频 比方说你在这边进去 这边进去 这边进去 看你的那个point 那个针移动在哪里 对不对 OK 知道了 比如说你要从这边开始 OK我就从这边开始 从这边开始 我就从这边开始 还有样东西 把它停下来先 再下来一点 然后你看到一个好像有个转圈的吗 左边 最下端有个转圈的 一个箭头的 你点击这边 那照片他就会把它打横来安排 就是说 因为我们一般上看到video是打横行的 是字的管制的 是吧 所以当你录制的时候 如果你是拍错了 那个角度 那个尺寸是错了 是字的话 你可以利用下面的这个 旋转的方法 把它摆回 横向 OK 再摆 这个像 再摆 这么一个像 对吧 明白吗 如果 以我的感觉 我一般上我做video是打横的 就是我这个 拍摄的时候呢 是个错误的拍摄法 是整个错误 没办法 我们它是vertecal 它是字形的话 我们就用回字面了 OK 用回字 你看到这两边吗 这个我现在移动的地方 对吗 这是你抓扯寸的地方 增加了这边到这边 这边到这边可以移动的 增加了 这就是我们做 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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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偏则 减则 是什么 是减则 偏则 偏一 偏则 应该是偏则 减一 一种方法 就是说我们裁则的方法把它卡定 那么这个 你认为这个角度不很好 一开始 做个视频 给 我们的观众看 给你的view 看到不好 那么你先 安排一下 或者从这边开始 OK 从这边开始 OK 抬到这边开始 平常一看你的视频 比较好看一点 不会说一气到的时候 看到好像 好像 半个头砍掉 这样 不好 放这边 OK 从这边开始 那么收尾的时候你要看到收尾的时候 你也是可以 adjust 收尾的情况 收尾的时候应该是收到随便 OK收到随便 好的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就 confirm 正式 我们就add 按下面的add add了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要下来 比方说现在 我还要不要加一点东西 看到吗看到吗 我再打查 打回去 他问你要不要save 起来不要 没有save 起来的麻烦 discard 不要理他 哎呦 又跑去这种广告是真麻烦 管掉广告 打回这边 先前的东西要重新再来 好 没有办法 再按它回来 一个 我们就add 哎呦 忘记砍掉这两个东西 我们再add多一个 就是我的最后的 录影后部的 就是我们手机后的 我只要插一个 尾部的 哎呦这个又横的 先前那边又 字的 搞得很乱 这个不太适合 交位 没关系 我们只是做个 啊 做个四样 做个样本来看看吧 呀 OK 没有办法 没有关系 这个也是可以转的 或者你转回这吗 把它偏拍过去 OK 加 那么现在我们 选择了两个视频的 下面对吗 选择了两个视频 那么 这个箭头 没有什么作用的 按上按下而已 之后这个nest 我们就继续 继续的时候 他就跑去这般的东西来了 怎么样东西看到吗 因为我拍摄的时候 有种错误 啊 拍摄法 就是把这手机打字来拍 所以跑出来的 他的那个 啊 出来的画面 就变了中间 是我拍摄东西 旁边两边 因为 因为video 一般上是长形的嘛 长黄形的嘛 所以变两边 他加插体的 背景图完下去 变它的效果是怎么样 啊 所以 当你 真实去进行录制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 这些 这些东西是可以拍摄的 就说 啊 这个 三个圆前的地方 是fuel的 有些人认为这个照片太暗了 他可以把它加强 给它 白一点 亮丽一点 或者太亮丽了 你可以加 给它暗淡一点 是可以adjust的 我很少去动这个 一般上我用的是 Original 是原 原本的 我拍摄下来的 是什么颜色 我就用回那个原本的 那个 色料 啊 这个啊 Canvas 大堆你按这个 看到吗 他就会跑出 给你知道 你这个视频 你要 录制的时候 是以 哪种款式 比如说是Original的 你拍下来的 啊 视频是这样 那么你录制下来的 视频也是四方形的 Original那种 当然有 1比1的 还有 4比5的 还有 16比9 还有什么 9.16的 因为这个是长方形嘛 所以一定是 后面这个 Vertical的 数字的 9.16的 是这个尺寸 看到吗 当你按了这个尺寸的时候 你就看到 你的画面 就是整个 立体 整个 属力的 长方形 就是整个你手机的 整个 Full Cover 就是 整个手机的 全面 全 啊 没有 不是窄窄的什么 就是在整面 OK 如果你在下面打勾 就说OK 我正式 我就用这种尺寸 绿色的地方 打个狗 OK 狗了下来 狗了下来 那么你看到你Vertical的下来呢 不是有个 小小个打茶的地方吗 那边写着 Vertical的 Vertical的对不对 如果你 哎呀现在我现在不要去讲 我直接录自己 那么OK 那么你再下来 下来下来 最左 我 最右 角下面的 有个 Effect Effect 就是特效 你就点击这个特效 它就跑出来这个特效 为什么要跑出来这个特效呢 因为特效里面 你是可以加插 文字的 比如说你按这个文字 它就出来了啦 对吗 那么你就点击 它给你文字的地方 那么你可以这么写 这是什么呢 我的 第一 字 OK 第一 字 V 字写到U 我的第一 V I D E OK 那么它这个中心呢 可以 打 放小 放这 放这边 这边 那么其实它这个东东东会跑的 它有很多款是给你选择的 有打横打字 OK我们点上面 第3行 会跑动的ABC那边 点着这个 那么它的字体看到吗 它就是那边动了 那么你可以以下来点 或者把这个字体拉大 打横 放在这边 当然 还有可以选择原色的 这个字体可以选择原色 这个字体可以选择原色 哪里选择原色呢 点这边 看到吗 这边 那么我的 白色字体我给它放上一个 呃 紫色 对吗 Confirm 那么这个字体 就是紫色的 应该是错了 Finish 停下来 它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什么可以变化的 打个插 Edward 打个插 Discard No Cancel 我们再对了 按了这个下来的时候 先前那个字体跑的是白 不可能是白啊 再试一下看 我们打 这个 打这个 看到吗 它来在这边 看到吗 看到这个 鼻动它一下 点击着字体那边大力点 它跑出来 再一次尝试 再一次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 一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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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没有颜色呢 这个A这边讲是字体的颜色 我们放这个紫色 原来是A才是颜色 现在那个是background的颜色 是底色 看到吗 这个红 引力显色 OK 看不清楚 来个红 来个橙 OK 橙 够显 你看到吗 字体是橙色的 对不对 OK 我们停止它 那么字体就在那边 是橙色的 OK 再对了 我们对了 对了的时候 如果你要 给它加插音乐 看到吗 上面 那行 最左边的 看到吗 那个叫什么 我看不清楚 Multi Music 这是多种音乐 看到你点了多种音乐 起来 Multi Music 它就出来是款式 你在add那边 add 就是加插 点击加插 点击加插 那么 它就会叫你跑去 来音乐的部门 它这里有很多 它已经有 有版权的音乐 让你去选择 OK 比如说我们 选择这个 Z&BRO的 对不对 随便找一支 这个 什么Double Double BRO来 你可以听听它的音乐 你是可以听它的音乐的 OK 你认为不 不满意 你再点击下边 选择另外一支歌曲 OK 再不满意 再点击下边 OK 用这个啦 在add那边 你就要 add 那么它的都懂懂懂了 对不对 防止这个有了原色的地方 就说你的 音乐已经 background 已经有在里面了 OK 那么我们停止 其他东西你要准备加插 你再按下面的 Go Go 那么其他东西 你就有很多出来 比方这边 先前试过了那个字体嘛 现在来个sticker 这个 第三个 你点击sticker 它就跑出很多sticker来 很多特效 很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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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在上面的 又还有gave 就是那些会动会动的东东 比如说现在我们就点一支 点一个 圣诞老人吧 哇要到路了 到了之后你要看哪里的圣诞老人 要等到道路也很麻烦 不要理他 删掉他 我们直接用那些不用道路的 别人说 看有什么什么什么 一球派 新 OK 那个新的 这个新的 新的就出来了 我们就留在这边 可以夹大 可以缩小 可以改变 可以移动 或者放在那边 放在那边 让你喜欢 OK 就这边吧 这边的话 你就OK啦 他就纯正那边 对啦 OK 有了 再给他动 你要给他动的话 就是在三角形那边 点字 给他动 动动动 再给他动 给停下来 看我们还要加菜些什么 OK 这个搞定了 那个这个模范手机弄 这录音录音录音 有个哨那边 你可以点进录音 可以录制你自己的 这个东西进去 比如说你现在是讲话 也是可以剪进去的 在下面有个 grip card 你可以cut掉它 我们就到此为止 东西就cut掉了 对吗 它是可以裁减什么什么大点的 还有其他的 怎样交叉 如果你 上来 做得多 做得多 很自然的 你会 使用这些软件 会 增加呢 做得多了 就会熟吗 熟能生巧吗 到时你就能够 很容易的去处理 怎样去加插其他的所有的 特效 营业 什么大堆的 放进在你的视频里 看到吗 有个speed 点这个speed 你可是以把时间 延长 把东西加快 把东西加快 明白吗 这是可以的 很慢 他的动作是这样 看到吗 对吗 如果你把它放快 明白 给它标准 OK 对 就算你的标准是这样 那么现在 这个东西 就根据你 根据你这么样的 一种设计 一种确定 下来 最上头那边有个share 我们叫unshare 那么他就在制作 这个视频了 在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就给它一个export export就是输出 把这个视频拉出来 点击export 那么上头 有个hd720p 下来有个normal480p 跟着下来是gif 是gif gif gif 上面的720p 我们叫做 高清 就是说那个 录影出来的效果 是特别亮丽的 normal的话 就是普通的 比你拍摄下来的东西 还要糟糕一点点 giff呢 这种动画 它的制作 format 它的格式 是有点不一样 那么我们点击ht 给它高清的 点击 这个ht 看到吗 现在我要给你看的就是 这个东西 它来到这边的时候 你点击ht 你说我要export 我要输出 我的video 可是它这里不给你输出 为什么 看到吗 access to advance 他说 因为他说你还没有付费 你还没有给钱 所以很多时候 以前三两三回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凡是在网上你倒入下来的 所有用件 即使心里什么 还是需要付费 的 每一次视频你都需要付钱 所以 如果你一天做事务 这是付 这视频 video 那么你肯定要付 事务次费用 怎样付呢 那么你在下面 给你个restore 我们就按restore 对吗 比如sale grower account 那么你用你的付口什么什么什么 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 你已经处理好了 到时候 那么就restore 他 我真的就搞定了 那么你restore的时候 就是你按这个字 restore的时候 你重新给我安排什么什么 处理我的所有大堆 然后 他就ok了 怎样ok 你看到吗 他go go 先前那个画面是打叉的吗 那绿色的地方 现在这个画面 绿色的地方 是打勾打勾啦 就是对了 还有上面他说 你是我的vip呀 你是我的会员呢 容易会员呢 哦 这样再下来 才给你 try for fee 那些标记按了 下下来 个是pay 说你已经付费了 给钱了 银行过账了 那么你上面那个打叉的打掉 那么你再来 按export 现在我们按export的时候吗 他阻拦我们吗 现在我们按export 看到吗 上条 上头的那个ht720pht 没有那个什么了 没有锁头了 开锁了 那么就点击 720p 你做出来视频 比方上你手机所拍摄过后的视频 还要美丽 它的效果 它的色质 它的颜色 点击 OK 那么他就export 他就 出来了 他一直做做做做做做 那么在他做的 这个 什么的时间里 有什么疑问 你可以写 在我的视频下端 或者有什么 想要说的 或者什么 想要什么什么的 一样可以给我留言 当然了 如果你对我还不成 subscribe的话 那么请subscribe我的 YouTube的 POW SPA 频道 可以的话 请 给我转发 这个东西时间好长 我想在 这里停顿一下 以后我们再继续 好 现在他说 恭喜你 他说 你的视频已经输出 成功了 下面这边呢 有写的 Ali VIP 什么是Ali VIP呢 哎哟 真的是马来文 他说 你是我的 VIP 就 Very Important Person 你是我很重要的 民意会员 钱 因为你付了钱吗 所以你是我很重要的人物 OK 那么 上面 上端 Home 就是我们倒回来 如果你还要倒回去制作这个视频 那么你就按Home 继续 去录制其他的视频 如果不要的话 在上面 左边一个箭头的地方 Result 你的结果 你去看看 点这个箭头 出来 来到这边 看到吗 右上角 还有个TRAF 就是说你的草图 你要不要储存下来 就说 什么什么 再下来 有个Edit Cover 说你的视频做了出来之后 你的Cover就是怎么样啊 就是你的封面 那封面上面呢 你不要 要不要写字 他就写上一个Title 就说 这是我的第一次录制 视频 当然可以啦 你不是按Edit Cover 他就跑出来了 肢体 Screw 那么你自己去选 选一张你的照片 就说我要选这个照片 这个是我的Cover OK 有的眼睛蒙蒙的 也可以啦 用这个做我的Cover 那么我就勾选 OK啦 这个是我的Cover Edit 那么 Edit再按下下 这里有个Sticker 我们就按Sticker看是什么的 哎呦 又要倒入 我不要 我自己又要 Test 写文字 写文字方面怎么样呢 这就有很多个Pattern给你选择 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个是 这个律师的 写上你的文字 Test 你说 我的 我的 视频 我的 我的 因为这个视频叫做 We are video 中文叫做小影 我的小影 OK 我的小影 OK啦 看到吗 这个东西就放上来 看到了 所以你封面里面 就有你的小影 我的小影 对不对 放在这边 可以放在手机 一样一样一样 一样一样 先前三样 你的文字是可以加上颜色的 那么那个以后再说 比如说这边是颜色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那么如果你做的多了 你当然可以 去选择 啊 还有放就是你的字体 你是要用到什么什么样的字体 一般上 这是外 小影呢 在我的 经验里面 他没有很多 什么款式的中文字体 只有一种两种 就是说胖的 瘦的 小的 这样的一样 不像在中国 有很多其他的 我们说叫什么呢 字体 中文字体来选择 有很多种 不过他英文也有好多种 比如说这边 任意选择 你按下那个 什么字体 他就跑出另外一种款式 比方说这个 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中文体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大跟小而已 是这样 所以 你实际上看到了 为什么我们这边制作的字体啊 没有别人的那么多才多姿 就是这个意思 看到吗 无论你怎么按他变来的 变化 就是那个款式 啊 我的小影 他是很瘦的 那么我们来一个这样的 使用变形一点点 无论怎么样 OK 那么不要理他 我们就打勾 说对呀 这就是我的小影 好了 那么我们再按一个 Go 他就出来了 说 Eddie Carver那边 已经有了你的 那个 相片 之后你要不要再打个 Title 你的标题 都要的话 你打算 你的标题 我的标题是 我是 12345 这是我的标题 OK了 OK 等下来 等下来 那么你就真正试试的 去export 因为我们先前 已经export了一次 如果这次我们再export 他会问你 是不是你要再重新 再来一次 看到吗 Inflow 现在我通知你 他说 This video 已经被export 你这个视频已经 曾经成功的输出去了 Export 你要不要我重新再录一次 如果不要的话 你就cancel cancel 那么你就倒出来 下面的三角新的地方 点击左边的三角新的 我们就出来了 对吧 再点击 出来 他问你要不要储存 这个草头 就说 Do you want to click 而整理是 要不要出来 我们就 save and exit save and exit 就是说我就储存 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 城市的字体那边 不要 不要uncancel 如果你要uncancel 然后他又倒回 这个 地方 又重新 好像要你再重新来开始 你就save and exit 我要出来 我要出去了 OK 你又出去了 再按下面的三角新 给他出来 再按多一次 他说 按两次 还不出来 按中间那个 OK 出来了 好辛苦 再搞出来 这个 到这个 这个地步 才倒回我们的 手机的画面 手机的画面 那么 找我的相簿 一般上 他会储存在我的相簿 就是说 Karroity的地方 下端 第二个 Icon 图案那边 GALERY 的地方 点击 相簿 看到储存在哪里 那么上面那个 camera camera 就是说 先前我们储存相片 的地方 我们不要去看 那个东西 你看 在这下来 你慢慢的 把它滚下来 你就会看到 有个叫 V1 V2 V2 那边有个 1V2 有个视频了 那么你点击一下 哦 这个就是他制作给你的 他输出来给你了的 视频 点击来看一下 看是不是 打开 V2 中间那个 看到吗 他肢体就出来了 对吗 OK 颜色的再来一次 对不对 OK 音乐的背景 谢谢你加进去的音乐背景 对吗 哦 谢谢你加进去的音乐背景 对吗 哦 谢谢你加的sticker在上面吗 对不对 他就先来了 嗯 所以如果你真是要把你的视频做的 尽善尽美 你真的会很花时间 一步一段 一分一秒的加插你的字体 啊 放进你的录音 看他的效果 还有 很多其他的自动方法 啊这个就是我后面加进去的 就是说手机后的广告方式 啊 因为先前除了他的个微调 我们还加插了自己个短短的小短片在那边吗 所以他出来的效果就是怎么样 那么 整个 这个我们录制 呃 视频的方法 大大小小 多多少少 无论怎么样 啊 跑来跑去 要离不开 这么的几种方式 跟他的 我们说打嘴 就是他的层次 啊 无论你去到哪里 去到哪一个 或者 啊 videomaker的地方 他给你的方法 多多少少 都是如此的 那么 今天我们就接触在这边 啊 可以的话 让我们在下一回的 视频上 再见 谢谢